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西方人他很早就有妇女运动 要争取男女平等 我们很晚才有这种想法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古以来 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宣说 所以用不着去争 各位想想 一样东西我已经有了 我还知道 我所争的就是我没有的 从这个角度去了解才对 你看真自由是从欧洲开始 不是从中国开始 我们怎么会认为说 中国因为没有自由 所以才不争自由 那在理论上根本就讲不通 这不合逻辑 欧洲还没有自由 所以他们会谈出 不自由误令死 那是他们有这个需要 我们几千年来非常自由 我们哪里有不自由的 你看皇帝管什么 皇帝管了什么 皇帝只管你不要造反 让我们家的人 生生世世当皇帝 我就不管你了吗 皇帝管了第二个 你要拉梁 让我们家有饭吃 其他我也不管你了 他还管什么 我们的皇帝管得非常少 然后说他是专制 专制 你去看看欧洲的皇帝 他什么都管 因为他管了老百年 一点没有自由 所以他们才会争自由 我们呢 皇帝再大 我就要关起门来 我照样骂他 皇帝再大 天高皇帝圆 他根本管不了我 我们都是自由自在 一个人有了自由以后 他自然不会去争自由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 他才会想尽办法 要去争自由 这个才合乎逻辑嘛 我不晓得很多人 那个学问怎么做的 我真的很怀疑 中国是男女 他始终就是很平等的 所以我们不会争 希望的是差太远了 所以他才要争 但是你从表面上看 我们是重男性女 没有错 但是实质上 我们是重女性男 因为我们是阴阳文化 有阴有阳 看得见的部分 好像都是男的在做主 看不见的部分 都是女的在做主嘛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 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的 叫做男女 她是同权 但是她不同职嘛 在这方面 男性她的性质 比较适合表现 我们就让她去表现 在这方面 女性比较适合表现 我们就让她去表现 这才是真平等嘛 你不一定要两边拿起 那是假平等 西方一直在追求假平等 我们才是真平等 这件事情男的比较合适去做 就让你去做 这件事情女的比较合适去做 就让你去做 这样有什么不对 我们要觉悟啊 男女她是天生的 有不同的性质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想办法把男的跟女的搞成一样 那除非你是老天爷 否则你就做不到 对女性同胞 我们希望你 要跟你的女儿从小就灌输个观念 就是什么 女性 她有这四个字 叫做无碍受孕 没有爱情 照样会受孕 这才是糟糕的 男性没有爱情 掉头就走 女性没有爱情 照样受孕 小孩照样会出来 你说男女平等 我问你怎么平等 男人看到女人喜欢 女人看到男人喜欢 然后两个人就发生性关系 倒霉是谁 倒霉是女方 然后忘记了 什么事都没有 她没有后果啊 女方就糟糕了 一不小心 她就怀胎了 她就受孕了 小孩到时候就要出来了 这是先天的宿命 要怪只能怪老天 你怪谁 所以男人他很简单 有爱情就在一起 没有爱情他就走 他没什么后遗症 他没什么顾虑 我不见面就不见面 怎么样 女人就不一样 你会怀孕 那谁叫你会怀孕 你说我就想办法 让他不怀孕 那就更糟糕了 那搞到最后 就没有人 要跟你结婚了 那你说有小孩没关系 我去堕胎啊 堕胎 对女性的伤害 那更大更大 有时候你命都没有 我们不要说什么 杀害无知的小生命 我们不要说这个 你自己人多几次才 每多一次 对你的伤害有多大 你知道吗 可见男女他是什么 他是同权没有错 但是他不同职 你不可能勉强 让他 那种人为的平等 都是假的 你追求那个无谓的 那种假平等 那是什么值得 我们学习的 所以女性一定要记得 我们唯一的保护自己 就是要争吵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 我们古人 他那种高张远逐 他那种高的智慧 女性身体 他不如男性强壮 你看身高体重都不如 打架打不过 而且你有先天的这种宿命 你会怀孕 男人不会 那你怎么办 就用真操保护你自己 偏偏我们后代 又把真操 好像是男性 给女性的一种架锁 他对女性的一种不利 看错了 真的看错了 如果你女性 他比较弱小 他用什么来保护自己 用什么 你看以前都聪明 就用一个真操 然后死了男人 死心塌地 你不守真操 他就在外面乱来 你一守真操 他就觉得不好意思 那我只好专一 除此以外 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其实我长期的研究 长期的观察 我认为人类 现在有很大的危机 都是从性开放开始的 婚姻不稳固 家庭破碎 人没有新工作 一切乱造造 根本就在婚姻上面 而婚姻的根本就是在 有没有真操 有没有情操 你不要认为这个过时 它是人类的根本 我们现在根本已经乱掉了 根本动摇 其他都很难挽救 所以真的要救人类 一定要开始 从真操开始 记得 女性有一个最高的天子 你说她是她的宿命也好 你说她是荣耀也好 只有女性会生小孩 男性会吗 你男性再伟大 你就生不出小孩来 所以养育子女 是女性最高的天子 是男人所无法代替的 男女在职业上 应该给她有平等的机会 这个我们赞成 但是在生男育女这上面 你就不可能有平等的机会 男人在想生 生不出来 男人再能干 生不出来 男人再有创造力 生不出来 男人再求新求变 变不出来 男人再有钱 生不出小孩来 你官座太大 生不出小孩来 你要认命呢 所以我们现在说 哎呀 为了职业 我就放弃了生小孩 我告诉你 职业随时可以找 生小孩 过了那个年龄 想生都生不出来 要注意这一点 那就等于女性放弃了 最高的天子 然后去从事那些 可有可无的职业 我今天很坦白讲 你嫁一个好丈夫 你在家闲道 不是罪恶 那什么罪恶 人不一定要工作 人是不得已才工作 我常常说 你不要看中国人以前 拿了个鸟笼 到处放来放去 回去打打麻将 好像这种人很无赖 这种人很无聊 这种人什么都没有用 我不认为这样 我是认为你没有资格这样而已 你有资格你这样有什么关系 你不害人 你自己活得下来 你对着你家人 你有能够这样 那我们只有佩服你 不要那样 极端的去看这些事情 人生是多方面的 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没有 职业至上 赚钱第一 其他都不要 最后 你这种人生是很缺陷的 不是很圆满 我们养家 我们生育小孩 我们有很好的工作 我们有很好的品德修养 我们还有艺术眼光 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 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那对女性来讲呢 你生小孩是你这一种天子 你这辈子完成了一个 你就很圆满 没有 没有 你说大家都跟你一样 那人类就完了 我们生小孩时候 暂时把工作辞掉 好好照顾他 其实也不过三到五年而已 他就打好很好的基础 然后他一生就很顺利 这个时候你再投入去找工作 有什么不好 是找工作重要还是教小孩重要 工作随时可以找 小孩只有一段时间可以生 过了时间你想生都生不到 这三次我们一定要提醒各位的 那最后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因此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我们男女双方 相爱是很容易的 但是相处是很困难的 这句话大家好好去体会 体会 你要爱一个人很简单 你要追求一个朋友 太简单了 老讲一天到晚说我爱你 人不是有勇气 而是很鲁莽 很不负责任 我在香港听到他们在讲 中国人没有勇气 说我爱你 我真的觉得很搞笑 我们什么没有勇气 我们比较高明 我们比较有智慧 爱情是很容易来的 但是容易来的东西 很容易走 来的快去的快 然后两个就翻年了 最后搞了一团招 相爱很容易 相处很困难 你看我们相爱才结婚 但没有办法相处才离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一定要知道 婚姻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 我们老一会说 哎呀 事业才要经营 事业才要管理 你婚姻不经营行吗 等到闹得很降的时候 才来想办法 已经来不及了 那就好像公司快倒闭 你来想办法有什么用 不管你是恋爱结婚的 或者是没人介绍的 男女如果没有爱情 他不会结婚 可既然结婚以后 就表示他们有爱情 那有爱情为什么会离婚呢 就是因为婚后 你会感觉到说 哎呀 我们好像越来越不相爱了 因为很难维持嘛 这个跟经营事业是一样的 做大做强是不如做久啊 你做不久 你强一阵子 你大一阵子 有什么用呢 好看而已啊 留下很多很多的后遗症 我们经常为了看清对方 然后才离婚 那问你 你那个事先没有结婚以前 你为什么不看清楚一点 哎呀 那时候 那时候 你讲一百个理由没有用 你自己要去神授这个后果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 贫贱夫妻 是百事爱 老实在有钱 还比较好打点 有钱了不起 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大家过自己身和 貌合神离 维持一个表面 各搞各的 还无所谓 很多有钱家庭就是这个样啊 有夫妻的名 没有夫妻的识 但是他有钱 他可以维持那个 假的表象 你穷人能够吗 开门七件事 没有钱过日子 所以 来了 然后我们就想到一句话了 夫妻有如铜铃鸟 大乱来时各自飞 你看 那个鸟都栖息在同一个树上 碰着它都飞呱呱了 那这算什么夫妻呢 我们有另外一句话了 夫妻有如铜铃鸟 但是呢 下面一句不一样了 大乱来时要共当 同甘共苦啊 同甘共苦就要靠平常 要有什么 要有共识 到时候有默契 直到说 我陪你过这段苦日子 将来富有以后 你不会背叛我 现在没有啊 穷日子大家一起熬 你有钱 飞了 这使得很多年轻人 对夫妻没有信心 没有希望 是谁的过错 我们应该互相尊重 才会持久 所以为什么夫妻要相敬如宾 不是把他当客人 而是因为我们熟了以后啊 我们很多 基本的礼仪就没有了 我们基本的尊重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讲话就很难听 你看我们对客人很好 我们对陌生人很好 我们对同事也比较好 而对朋友也很好 就是对夫妻最坏 那你把最爱的人 放在你旁边 你加以糟蹋 那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经营 就是把婚姻 逐渐的调整调整 经营就是调整而已 哪里是变动 然后慢慢转变 转变 他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利 就是人生一个很美好 一个过程 我经常问很多人 你为什么要结婚 但是我现在也各位 想想看 你为什么要结婚 很多人请我去振分 我都问他 你为什么要结婚 都打不出来 一个人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结婚 就糊里糊涂结婚了 这个婚姻会持久吗 会美满吗 我就不相信 各位 你为什么要结婚 我们就说了 要传宗结代 那是讲好听话 什么传宗结代 中国人最会讲这种好听话 你要传宗结代 那你结婚干嘛 你结婚 万一取得一个不能生的 不能生小孩的女人 那你怎么办 所以只好又找小太太 那不是好现象 你要传宗结代 你就不要结婚 你可以跟这个有性关系 跟那个有性关系 你可以生很多小孩 那都是你的后代 所以我们一直用这句话 来欺骗自己 结婚是为了传宗结代 然后我们就觉得 那不是传宗结代是什么 我知道的 感情寄托 真的是感情寄托吗 对女性同胞来讲 感情寄托的成分 是比较大 对男性同胞来讲 感情寄托成分很小 应该男人他多半比较理智 他多半比较没有什么 感情的包裹 他说走就走 他很多借口 晚上不回家 因为女人老得快 所以他有点担心 我用感情来套牢 男人他老得慢 什么证明 很好的证明 你看男女都到五十岁 一个女人到了五十岁 还生小孩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 可是一个男人 你不要说五十岁 六十岁 还生小孩 我们说了不起 为什么男人六十岁 生小孩就要了不起 女人五十岁 生小孩就说不可能 男女有别吗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不承认也不行 其实很简单 男人为什么要结婚 就是为了一个穷极无聊的一个头衔而言 叫什么 叫家长 因为男人在外面比来不去 你是什么长 他是什么长 我什么长都是 我回家做家长 家长是个很空虚的民 我觉得以前我们的妇女同胞是非常聪明的 一方面用征操来保护自己 一方面用家长来套牢另外一半 把你套得死死的 你家长你就负责任 你家长你就要承担了 你家长你要解决问题 你家长不能躲躲散散 他就完了 你现在连家长都不能让他做 那他就跑掉了 所以一个很聪明的妻子 他会在子女面前 非常尊重先生 就是把他掏牢 我从小 我看我爸爸妈妈 我就觉得我妈妈绝对比我爸爸重新 为什么 让老鼠一跑进来 我妈妈只做一个动作 他就没事了 就是我爸爸去抓 我就问我爸爸说 爸爸 你不怕老鼠吗 他说我怎么不怕 我怕得要命 我说那怕为什么你去抓呢 为什么妈妈不抓呢 他说妈妈比我更怕 我心里觉得妈妈怎么会比你更怕呢 他只是比你聪明 他就没事了 先生不是啊 先生我也不怕 不怕你去抓吗 男女平等 一个人抓一只 不然谁都不要抓 成什么假 聪明的妈妈 在子女面前 她非常尊重爸爸 其实是想办法套劳爸爸 叫她尽心尽力 跑不掉 做牛做马 亲的男人不必做牛做马 因为太太不聪明 太太了不起 了不起你 然后你去当家长好了 我乐得轻松 所以为什么男人越来越没有责任感 就是女人越来越不聪明 那有什么办法 这东西不是教会 要自己去悟的 现在的悟性很低 因为知识太多了 你就没有悟性了 那你读那么多书 那叫读史书嘛 所以我们在教小孩时候 千万千万记住 要把儿子教成有男子去盖 要把女儿教得比较会害羞 比较懂得矜持 现在能不能坚持 那坚持是高度的意思 你看一个小女孩 她会害羞 她将来运气比较好 命运比较好 一个小女孩就不懂得害羞 将来是很凄成 然后我们说她很进步 很大方 全错了 你要儿子多多向爸爸去学习 学爸爸那种男子气概 有责任感 老实讲 女性找丈夫 老实讲别的你很难看得出来 看她有没有责任 这个最要紧 一个负责任的人 你就安心了 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告诉你 越能干你又倒霉 同样没有责任感 我们宁可要不能干 她不会跑 她很能干 只要加上没有责任感 你就知道 她迟早跑掉了 父子 她要同心协力 是靠谁 靠一个聪明的妈妈 所以一个家庭如果妈妈不聪明 她的亲子关系不会好 什么优生学都没有用 母女 她天天的比较弱 她要受到各种都的保护 所以一定要男人多负点责任 让她多余的男子去盖 她才有多余的人力 来保护 她的妻女 要不然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去奋斗 谁也不要救谁 谁也不帮谁 谁比较受罪 女性比较受罪 因为有些事情 她没有办法给你分担 怀孕她能分担吗 生育她能分担吗 胃奶她能分担吗 小孩跟着你 她不跟爸爸 你能把她赶过去吗 你跟那小孩 都是黏妈妈的吧 你怎么去平等呢 一个人做一半 我做一半 小孩怎么办 个人有个人的责任 个人有个人的天性 这是没有办法 用后天那种假平等 来把她扼杀的 所以五一的办法 就是双方尊重 彼此罹难 大家都得到好处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我说太太的话 要常常听 但是太太的话 不要听 很多人听不懂这种话 然后听不懂这种话 人就已经没有 中国人的智慧 因为西方人 他听话是听平直的 如果太太的话要听 那就什么话都要听 如果太太的话不要听 那就什么话都不听 这是二分法 那是非常可怕的陷阱 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都告诉你 太太的话一定要听 但是太太的话不要听 听不懂就活该 谁叫你没有智慧 你只要把这句话听懂 你就懂得什么叫做 阴阳的变化 因为女性的直觉 它是比男性要灵敏 男性的五官的感觉 那会比女性正确 可是女性那个 说不出来那种第六感 那是比男性要高明的多 你看女性那种凭感觉 她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西方会不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从 他们老要听 我爱你这句话 就知道 他们第六感很差 中国人的女性 你跟她讲一百遍 我爱你 她都不会相信 她相信你 她就倒霉 她会相信她自己的感觉 我感觉这个男人爱我 这个男人可靠 这是我的感觉 我没有数据 我没有调查 西方人是要有资料 西方人会听心理学家的话 中国人会听心理学家的话 那你变成白老鼠了 因为西方整个心理学 都是从白老鼠身上得来的 人不是老鼠 搞清楚一点 我们像白老鼠那么可怜 我也读过心理学 因为我是学教育的 我就是不相信 人就是人 哪里跟动物有同样的心理 那算什么人 你看我不太相信人家的话 我会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去看所有中国人 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你讲话 你可能骗我 你可能真的 我怎么知道 我如果你是真的吗 那更笑 更可笑 就好像你去问一个卖西瓜的人说 西瓜甜不甜 那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 他一定说甜 他会跟你讲不甜吗 还能问 所以西方都是用问的 都是用调查的 他会相信那个结果 中国人最好不要走这条路 否则自己上当 男人偏向于理论上的一些依据 女性偏向那些数据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寒寒昏昏 糊里糊涂的事情 他知道 所以凡是那种资讯很清楚 数据很正确的 你不要听台台话 因为这方面他不如你 凡是那种搞不清楚的 昂昂糊糊的 默默糊糊的 那你都听台话准没错 母亲的工作 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 最近美国的晚账 把母亲一个月应该赚多少钱 都算出来 我很反对 那是看别的母亲 母亲的工作哪里是金钱可以衡量 为什么爸爸赚的钱都要交给妈妈 你就知道了 因为爸爸的钱是要充公的 没有妈妈负责家庭 你有本事去赚钱吗 这样就对了 所以爸爸辛辛苦赚来的钱 要交给妈妈 然后妈妈再给他零用钱 这不是奇怪 就什么奇怪 现在没有了 各搞各的 那个只有同居 只有婚姻的形式 根本没有实质的内容 一个女人家在家 她所承担的事情 绝对不会比你一天到晚 八小时十小时 不重要 相反的更重要 所以男人赚多少钱用不着神奇 没有什么好神奇的 你去做做 那个母亲的工作试试看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都讲母爱母爱 比较很少去讲父亲的重要性 就这个道理 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母亲是最最重要的人物 这样就好了 没有妈妈 爸爸在人干也没有用 一句话就讲完了 所以大家要真正的 从根本上去了解 中华文化 它是很重视女性 它是把女性保护得很好的 然后我们会错意的 都认为我们在贬低女性 我们重男轻女 这是个男性专权的社会 我不认为这样 中国人表面上不怕太太 实际上几乎很少不怕太太 我们不是怕 我们是尊重 你不尊重她 你良心能安吗 她为你奉献那么多 男人的成就 是女人的两个字 叫成全 她成全你 没有她的成全 你有金钱 没有妈妈从小的牺牲 你是什么样能干的人 你都没有用 那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结婚要拜高堂 为什么结婚要拜祖先 它有道理 爸爸好看而已 他是家长 实际上都是妈妈在那里 操心 在那里 考虑事情 这才是事实 哪一家不是这样 所以不要有那种 要求形式化的男女平等 搞到最后大家都很凄惨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那些 高喊男女平等的人 最后那个声音 都消失在厨房里面 你去看 所有历史都这样 一阵子都消失在厨房里面 因为这是事实 你要活 你最后只好回厨房 那不然怎么办 我没有说厨房不重要 厨房非常重要 没有厨房 全家人都不得吃 这样子对了 各有各的角色扮演 你不要把它拉成一模一样 那是假平等 不是真平等 我希望你能帮我 你不能看到 你能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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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帮我 你能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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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帮我 帮我 你能帮我